就是刚才杰弗利讲的那个中国大复兴 就是他讲的 就是关于1927年到1937年对吧 那段大复兴 但是我觉得他更是具体讲于 复兴的之前的预备 复兴一个大复兴之前的 必须要做什么预备 如何能够出使一个大复兴 降临 那个也是最让我感动的一个地方 最触动我心的地方 就是这个作者 他来自挪威 然后他被呼召去中国宣教 在中国宣教前一大段的时间 因为他本来在挪威学的是教育的 他想着人家去中国被神呼召 传福音应该也是透过教育的这种方式来传福音 但是神却关了这扇门没有让他透过他自己想要的方式教育来传福音 神用别的方法就是组织妇 查经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带领了传福音 然后神将一个心放在他心里面 什么心 就是他盼望中国经历大复兴 所以神要拆遣一个人 使用一个人的时候 他必定会把这个心放在这个人心里面 那他自己愿意去做 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作者说 他为了这个大复兴 祷告了几年 杰弗利还记得吗 对 如果一个地方要经历一个大复兴 需要开拓20年到30年的时间 然后这个作者 他为了中国经历大复兴 祷告了将近20年的时间 大概在四五年的时候 开始看到一点一点的雨滴雨滴下来 不是一下子洪水来 神的复兴 他是慢慢的一滴一滴下来 然后倾盆大雨下来 就好像那个以利亚 他祷告了七次 他不是马上看到雨下来了 他是先看到什么 云彩像一个巴掌大的一个云彩 出现在天空 然后倾盆大雨下来 所以这个作者也是这样 他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复兴 看到神的作为 像雨滴一下子 那个一滴一滴下来 他祷告 他专门为这个中国经历大复兴祷告 而且不是他一个人祷告 他找了一个同伴祷告 刚才姐夫有说的 他找到了一个同伴 他们一直在那边早早 早三两时间 有的另外一个同伴呢 他早上没时间 早上比较困 然后好像是他是 中国比较困 晚上比较困 所以他们后来 就是一直在那边商量 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时间 他们有时间 然后不困 就是非常有精神的一个时间 就是下午的时间 他们专门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 在一个房间祷告 专门为这个大复兴祷告 然后他们就真正的看见 复兴来了 本来他们在福祉的一个地方 那个妇女查经会 有的他是从农村来的 然后有的是牧师的妻子 但是都是没有经历得救的 不得救 不认识神的 但是复兴 神开始 将这个复兴带到这个地方 复兴开始来了 神怎么做 就是神亲自用圣灵 激透这些人的心 他们看到他们的罪 甚至有个人说 好像梦到 他自己弹在棺材要死了 然后下行 甚至他 然后他就到了这个宣教 这个叫玛丽门生的房间 找他 要叫他帮忙 我该怎么办 甚至他说 你不要开灯 我怕 他怕情况 为什么 因为他看经历神 看到他的罪 哇 他下半死 然后他很敬畏 很敬畏 然后他们 他为他祷告 他们认罪 马上经历得救 所以这个中国大福星 不仅讲 福星真的是讲一个人 真正的 真的讲这些人 真正的经历 重生 得救 离弃罪 抓向基督 哇 真的太奇妙了 他看到 他说 他在看 真的神的座位 非常的奇妙 不是他做什么 他看到 神的 您亲自在这些人心里 做工 那他们看到 他们的罪 哇 那他们悔改 他们在一个 一个农村 那个时候 中国 古代 他们 都不喜欢女孩子 甚至到现在 这样的一个 重男轻女的文化 还存在 不要女的 只要男的 可以传中接大 然后在一个地方 一个农村 他们生的女的 都把他 怎么样 杀了 挂在一个篮子 或者喂这些篮吃 然后喂一个什么 放在一个塔里面 塔 然后有一个洞 然后可以让野兰进来吃他们的婴孩 因为他们不要女的 他们要生男的 所以当这些妇女来聚会的时候 有一次圣灵动工 他们被感动 他们在那边认罪 他们说你知道吗 杀婴孩也是罪 杀在肚子里面的胎儿是罪 因为你是杀人 他们一个就开始 怕 他就开始一个一个开始认 我杀了六个人了 我杀了三个人 我刚刚杀了几个 刚刚杀了 因为他们刚刚生了几个女的 刚刚生了女的 然后刚刚杀了这些婴孩 刚刚怎么样 抛弃这些婴孩 一个一个开始认这些罪 然后神父心 他们悔改这些罪 甚至有的人他回去之后 他传福音 所以我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 祷告 就像之前他们几个人分享的那样 他说 作者说 如果 等一下我看一下 如果没有祷告的复兴的话 就没有真正的复兴 所以你想要经历神的复兴 你必须要先经历祷告的复兴 因为我很记得他作者有说过 他有去一个神学的一个学校 一所神学院 他去一个神学院 那个神学院呢 经历一个属灵的低潮 低潮 然后他那边的神学生都是 虽然他们在神学院 但是他们非常的悖逆 像刚才杰弗有说的一点 他们很悖逆 他们甚至公开嘲笑讲员 牧师在上面讲道 他们在那边嘲笑他们 然后用他的经文嘲笑这些牧师 看 想想看 如果现在 牧师站在这边 然后下面的站在那边 嘲笑啊 轻慢啊 侮辱那些牧师 想想看 我们会怎样反应 但是那个时候 在神学院发生这样的事情 真的 然后 这些学生非常的骄傲 非常的卑逆 然后 这个 作者呢就来 问这个院长 他就问他们 你们有没有祷告会 他说有 有祷告会 每周都有祷告会 就像我们现在 我们每周都有祷告会 然后作者就说 我可以参加你的祷告会吗 然后就跟他们参加一次祷告会 作者说 那个是他参加过最枯燥的一次祷告会 所以我想说什么 就是 虽然有祷告会 虽然有祷告 并不代表那样的祷告 是门神喜悦的 我记得 牧师之前有说过 那个叫什么 一个人我忘记了 他说过 神 他不听祷告 他只听迫切的祷告 明白吗 他听迫切的祷告 所以 这个作者就说 虽然他们这个神学院也要祷告 但是祷告非常非常的枯燥 没有迫切的心 所以后来作者他就发动了一群人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经历 中国经历一个逼迫 那些宣教士很多被拆遣回国 然后这些宣教士有的是从他们职位上面 他们扶持的教会被迫离开那个教会 然后他们在那边等候也还没有回国 然后他就叫了这一群的宣教士一起来 祷告 但是因为他们也没有在教会祷告 他们没有地方的 没有在教会扶持 没有一个地方祷告 然后他们就好像整理一个破旧的一个房间 一个楼梯下面一个储具 好像储物是那样 他们就聚在那边 天天聚在那边 为这所神学院祷告 然后一一的点名祷告 点名祷告 后来直到整个学校发生复兴 所有的孩子 基本上所有的孩子都悔改信主 甚至有的做了牧师 所以作者说 持续复兴不可或缺的条件 在于活泼的 随时多方的恒切祷告 没有这些祷告的勇士 就没有这群学生的悔改 没有他们得救 可能这群学生 这个神学院永远都无法经历复兴 这些孩子可能永远都无法得救 但是就是因为这些祷告的勇士 附上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时间 他们愿意祷告 如果缺了这个条件 真的就无法看见复兴 他祷告就是非常具体祷告 因为有一个孩子 他 你就是在那群孩子当中 好像带头的 他亵渎神 他不信神 甚至在那边带领人 嘲笑这些讲员 然后他们就具体地 为这个学生祷告 他说要求神 让他经历地狱的火 让他怕 让他怕到一个地步 跪在神的面前 真的后来 他在去那边讲道的时候 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这个孩子就经历了 真正的经历 好像神把他带到地狱的边缘 看到这些地狱 看到这些审判 然后他怕 他悔改 他谦卑在神的面前 他就经历得救 大概我就讲 他那边真的见证非常非常多 他说他是一个女的 那个时候 他说他其实不愿意 好像在众人面前讲道 因为他也像那些宣教士讲道 好像那些牧师讲道 他其实不愿意 他说他只是一个女的 但是他说 如果神没有复兴起 如果没有人起来的话 难道他就站在那边吗 他愿意被神使用 他愿意 所以求神复兴 兴起更多的弟兄 不仅那个时代 我就想到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现在 我们就需要神的复兴 虽然我们也有祷告 我们也有来教会 但是求神给我一颗真正的心 迫切的心 祷告 迫切的心 来寻求神 我们必能够经历复兴 还有我读的另外一本书 就是那个斯达德传记 讲述这个斯达德是来自英国 他出生在1860年12月2日 出生在英国 他大概在17岁的时候 他得救 他那是神 然后到25岁的时候 神呼召他去中国宣教 就是在那个戴德生的内地会 他加入了那个内地会 然后他去中国宣教 在中国服侍将近十年的时间 大家知道吗 这个斯达德他的家 他的父亲是非常有钱 他的家非常有钱 就等于好像那种 他们之前住的家 好像是在皇宫那样的一个家 皇宫非常大 我看到那个照片 是白色的 不是一颗小小的房子 是一大窜过去 非常大的一个面积 就像一个皇宫那样的面积 非常的有钱 甚至他们都有一个庄园 好像放假的时候 去一个庄园在那边 玩在那边度假 赛马 怎么样 所以他家是非常非常有钱 在那个时代 而且这个斯达德是 毕业在剑桥大学 英国剑桥大学 最出名的 就好像我们北京 清华北大那样 所以他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 非常的有知识 有才华 而且他还是半球手 是在当时英国最棒的一个半球手 所以在人的眼中看 他前途无量 前途无量 有钱 有财 有贸 真的他长得很好 然后他真的是说非常非常的有才华 但是他就是在他青春最顶峰的时候 25岁 他放弃所有 顺服神的呼召 去中国 而且我们知道他在去中国十年 服侍十年之后 他在那边 到后来呢 他在那边结婚 生了孩子 然后到来后来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健康出现了严重的红灯 亮了红灯 就是他们身体已经承受不了那样的一个环境 然后后来没有办法到最后才回到英国休息 然后当他们一家回到英国休息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大概将近五年的时间 然后他又回应神的呼召 神呼召他去印度宣教 去印度宣教六年 然后当他到六年印度宣教因为得了严重的那个什么 哮喘病 哮喘病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结 一个情况 没办法 所以他又回到英国休息 休息了大概几年的时间 最后他去非洲服侍 他50岁的时候去非洲服侍 服侍了将近21年的时间 到一个地方 人家说那个时候非洲那个地方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些部落 没有听到福音 人家都称那个地方为白人的坟墓 为什么说是白人的坟墓 就是很多有人的宣教师 那个白人啊 去那边做生意有的 都被在那个地方被杀了 更不用说宣教师去那个地方被杀了 所以那个就被称为白人的坟墓的地方 但是他不怕这些 他去了 在那边服侍了21年 最后死在那个地方 站在那个地方 当那个施达德呢 他得救的时候 他在一所 他得救了 然后他要去中国宣教之前 他去一所大学做一个见证 然后他在那边做见证说 我要向你们介绍我的祖 在过去的年日中 我有很多欢乐时光 也尝过世上 但我可以告诉你们 从前我比任何人更爱板球 自从主耶稣进入我的心后 我找到了一件比他更宝贵更重要的事 我的心不再迷于求善 我要去产救灵魂 试分他 他说在他信主之前 他享受了人间的荣华富贵 享受了所有的乐趣 所有人享受的他都享受 而且他爱板球 胜过任何一个人 他非常爱板球 但是自从他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 他抛弃了一切 因为他得到更宝贵的 他要讨神的喜悦 然后当他信主之后 他真的把自己 他学会了把自己交托给主 把一切他的生命 财富 所有的一切归给神用 因为他自己经历了 信主 如果你信主之后 你没有经历到一个喜乐 他学会了一个功课 那就意味着 你没有把你全部交给神 你要喜乐吗 信主之后你要喜乐吗 你要没有忧虑 要真正的有喜乐 有平安在你的里面吗 那你要学会将你的一切交给神 他真的这样做了 他把他的一切交给神 因为呢 在他去中国之前 他的妈妈其实很不愿意反对 但是后来他妈妈也乱步了 他说好吧 那他就对那个内地会的人说 如果我的儿子去那边 请你们为他预备那餐具 因为在英国是用刀叉吃饭 请为他预备精美的餐具 为他预备沙发 钱财方面 钱方面 你们不用怕 我全部负责 他就是说 他就是说 我愿意奉献钱 你们为我的儿子 在中国那边预备这些舒适的房子 舒适的这些生活的环境 他说全部由我出 我包了 但是他不知道 当他的孩子 到达中国的时候 他马上换掉他的衣裳 穿上中国人的衣裳 他学中国人的饮食文化 他那个时候 他是七个人 他七个人去中国服事 刚好跟他七个人 全部毕业于 那个英国的剑桥大学 七个人 全部是 好像除了一个两个 反正大概就是 好像是全部七个人 都是毕业于剑桥大学 那个轰动了整个英国 甚至那个时候 整个英国的那个报纸 都在报道这个事情 那个英国剑桥 那个七节 七个人 去中国服事 哇 轰动了 整个英国 甚至我想不仅是英国 甚至是全球 我想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 七个人 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 为了服事神 放弃 他们舒适的地方 放弃他们的财富 他们的那个前程 服事神 然后呢 那个 到了 斯达德呢 他25岁的时候 他继承了一笔财富 数目为 2万9千英镑 2万9千英镑 大概多少钱 多少N 谁会算 2万9千英镑 我不知道大概 反正 多少N 还是多少10N 反正 就是在当时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笔财富 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 把全部的钱奉献出去 他奉献给那个穆勒的那个孤儿院 然后奉献给那个内地猜会 反正就是奉献给神 他全部奉献出去 当时的时候在 他在做那个手术 这个要 他要奉献这些钱的时候 那个帮他料理的人 他不敢帮他料理 他怕踏实是一时冲动 他怕他 他说你先回去 先想 想完了再来告诉我 因为他怕 他这么大笔一笔的财富 真的这样子奉献出去 他根本超乎了他的想象 他无法理解 所以那个 那个人 把他办理这个手续的人 说你先回去 明天再来 等你想好了再来 但是他毫无犹豫 他毫无犹豫 他再次来 他说 我已经决定 我要将我的一切奉献给神 因为他说了一句话 他就说 他奉献的这些钱 真的全部都奉献出去 我记得他说 他最后留了一千英镑 他要留给他的妻子 当他结婚的时候 要留给他的妻子 但是他的妻子说 我不要 然后他们就把 全部的钱奉献出去 他说 他们要 积赚财宝在天上 不要积赚财宝在地上 他奉献的全部 没有留下一分钱 给自己 他们的生活 全然的 都是靠着神 甚至因为他们 神差一派他们是去到 四川的一个地方 那边地方 非常的非常的贫穷 非常的落后 而且那个地方 那个18 那个18多少年的时候 那个还很贫穷 还很落后 呀 所以他们在那些地方 真的就是等于 抛弃了皇宫 去到一个非常贫穷的 一个地方生活 呀 所以 他们 但是他们那个时候 都没有想到 我以后要怎么生活呀 我们家庭怎么办 我的孩子 等一下出生要怎么办 他们都没有为自己 积赶 这些 积赚财宝 为自己积一分的钱 他们真的是 全能地 依靠他们的主 他们的神 供应的他 就是我们所 侍奉的神 供应的他们 所需要的一切 然后当有人 来采访他的时候 就问他说 你为神奉献的这么多 牺牲的这么多 为什么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 就之前 陈哥老师 也跟我们分享的 他说 若基督耶稣是神 并为我使 那我的牺牲 比起耶稣所做的 差远了 耶稣基督 他是神 他都愿意 降在马草里面 为我们罪人 为他的敌人死 那我所做的算什么 这就是他的意思 他说 耶稣基督为他死 所以他所做的 这一切不算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 我分享斯达德 他的自己的 和神的关系 他的灵修生活 就像刚才 每个人都分享 真的这些每一个人 每一个这些宣教士 每一个为神 所使用的人 他必须是 从神得着能力 他才能够服侍人 他自己必须要跟神 建立关系 他才能够去祝福人 去服侍人 这个斯达德也是 他每天早晨 他发很多很多的时间 祷告 读神的话语 甚至 我也记得 甚至他在一个朋友家 好像过夜 住他家 然后他的朋友 都看到好像 凌晨几点 很早很早 都起来了祷告 因为看到 他房间的灯是亮的 所以 因为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 我如果错过了 早晨这一段时间 我就如昌孙一样 不仅头发被剃去 我所有的能力 也被拉走了 所以他知道 他自己所有服侍的这个能力 他顺服的这个动力 都是来自于神 他亲近神 他寻求神 神给他这样的心 然后呢 到最后的时候 他们在中国服侍了 就是十年 然后他们回到 这个英国 然后到英国休息 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他又去了 印度那边服侍 那个说 这个这本书里面 他说他到了印度 他得了那个 因为印度我们都知道 印度那边 真的就是拜很多很多的 这些邪灵迷信 很多什么流氛 都能够拿来做迷信 所以那边 印度那边的环境 也是非常 卫生的情况 非常的糟糕 所以他在那边 得了这个哮喘病 甚至他说 到了一个程度 晚上只有 两点到四点 两个小时 他能够睡觉 其他时间 他都不能够睡觉 到后来甚至 他到稍微冻一点 他都引起 严重的哮喘病 所以他没有办法 最后呢 他回到了 回到了英国去休息 休息了没有多久时间 几年的时间 但是到最后 他听到一个 一个宣教士从非洲回来 他跟他在那边 好像一个布道会 他在那边说 很多的人去非洲赚钱 因为非洲那边有很多资源 他可以赚钱 但是呢 有谁 愿意去非洲传福音呢 他说他听完之后 他非常的羞愧 能愿意去非洲 去冒失去赚钱 难道我们基督徒 不愿意去非洲 冒失传福音吗 他说我非常的羞愧 主啊我愿意去 所以他就下定决心 他说我要去非洲 我要去传福音 我要传福音给那些 没有听到福音的人 然后但是他的妻子 不同意 他说 因为他真的 他已经五十岁了 五十岁了 弟兄姊妹们 想想看 五十岁了 在我们的一个概念里面 一个要快要退休的 一个年龄了 人家跟他同龄的人 都嘲笑他 你都已经浪费了 一个大把的青春了 五十岁了 这个年龄了 你还要再这样子 浪费你的时间 还要去纵失啊 你现在应该要是 一个享福的时候了 你拼拼的 一大把 那个大把人生了 你现在应该要好好休息了 但是他没有 他继续的 来顺服神的护照 然后呢 有一个好像 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协会 本来是要支持他 去这个非洲宣教 但是那个 那个拆会就说 除非你拿到医生的许可证 医生允许你去 我们就用金钱 来支持你去 非洲的宣教 然后他去找这个 斯达德去找医生 找了好多次 也找了非常多的医生 没有一个医生 肯给他这个许可证 因为医生说 你去那边肯定是必死无疑 可能说不会 不会活过几个月 所以没有一个医生 给他一个许可证 让他去 所以呢 就没有一个拆会 支持他 去那边宣教 但是他最后他说 我有一个拆会 来自圣父 圣子 圣灵的拆会 比任何拆会更大 所以呢 他在没有一个人支持下 他去了 他门了神的护照 他去了 他去了非洲 去宣教 然后他去了非洲那边 然后他去学那边语言 然后去那边服侍 去那边宣教 到了后来 到了后来呢 甚至他说他在那边 得了心脏病 也发生过几次的心脏病 然后他的牙齿甚至都掉关了 但是后来他的妻子 做见证 说了一句话说 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位 无所不忍的神 为什么 因为以他的眼睛看到他的 这个施达德的身体状况 去那边根本就活不了几个月 医生看 根本就活不下去 但是你知道吗 神给了他21年的时间 那他21年服侍在非洲 非常多的人听到了福音 他去过那边地方 去了很多很多的部落 去到那些从未听过 耶稣名字的部落 去那边传福音 神的真真的是奇妙 神做了能不能做 医生说不可能的 但是神可能 所以到最后 最后 这个施达德 我看到那个照片 真的是他跟他之前 在英国住的房子的一个对比 他英国的那个房子 是像那个宫殿 真的是像城堡 那个是很长的一个房子 一个像一个白色的 像一个皇宫 但是你们知道吗 他在非洲住什么 帐篷 就是两块布 搭着 哪一个三角形 两块布搭着 一个帐篷 他在非洲住那样的地方 弟兄姊妹 哇 真的我看了那个图片 我真的 真的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他说 那个施达德 最后 站在 站在的 那个他死在非洲 他站在非洲 他死之前 他说 神已呼召我去 就是他 这段话是他去 非洲的那个时候 他说的 他说神已呼召我去 我会去 我要为主 在非洲 开辟一条道路 即使我死在那里 我的坟墓 也会成为许多 年轻基督徒的 他就要死 真的 到最后他就死在非洲 他站在非洲 知道吗 他死的那个时候 有两千的非洲人 当地人 来参加他的战领 哇 两千的当地人 来参加他的战领 所有的 后来所有 记他之后 很多人去了那个非洲 宣教 所有的人经过他坟墓 都感觉他的坟墓 他在那边说话 感觉施达德还站在那边说话 他们思想他的一生的经历 他在说一句话 永远前进 绝不 后退 这应该成为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 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人说的 永远前进 不要后退 你看他一生 他一生 他继续前进 继续前进 能觉得够了 为主做的够多了 但是他没有 他一直前进 前进 直到他死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 那我们要一直前进 不要退后 不要退后 也不要停 你知道吗 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只有两个观景 一个就是前进 一个就是退后 没有说原地踏步 你原地踏步 你就是输了 就好像保罗 他打了一个比喻 我们都是在赛跑 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在赛跑 你赛跑 你必须不停地跑 不停地跑 一直跑到什么时候呢 跑到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不 要跑到终点 你要跑到终点 得到那个奖杯 这个是目的地 你不需要退到 起点 你就输了 不 不需要退到起点 你只要站在那边 一动不动 你就输了 后面的人会超过你 时间会过去 你会输 所以你必须跑 必须跑 不断地跑 一直跑到终点 你不能够停 你停 你必死无疑 必死无疑 好像天路历程里面也说 他们经过 他们 他那个基督徒已经走过很长的一段路程 到后来有一个叫早某地对吗 你们还记得吗 那个早某地 有看过天路历程的人 一定还记得那个早某地 在到了一个早某地的时候 你不能够停在那边休息 不能够 一刻都不能够停 因为停在那边 他说 他就会睡着了 能怎么叫都叫不行 他必须要时刻地提醒他自己 然后让自己不能够睡 然后走 一直走过了这个早某地 我们当中有人在早某地吗 有人在停留吗 我们前进 起来 前进 不要停 要继续前进 因为你一停 真的就很危险 很危险 我读几段的经文 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二 十章二十二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十六章 我们先看这个 马太福音十六章 二十四到二十六 马太福音十六章 二十四到二十六 我们找到了吗 施达的 施达的见证 还有刚才我们几个 姊妹弟兄 他分享的这些见证 这些人的见证 他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所有信主的人 耶稣只有一个门徒 只有门徒 没有说半信徒 没有 所以所有的基督徒 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这应该要成为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我们所有 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 我们都有神的呼召 我们都要回应神的呼召 而且我们要一生 顺服神的呼召到底 这些人的生命 应该要成为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效法这些人 奉献我们的一切 我们找到了 我们来一起读 那个马太福音16章24到26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散掉生命 凡为我散掉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能还能拿什么 换生命呢 弟兄姊妹们 这个是耶稣亲口说的 不是哪个人说的 是耶稣亲口说的 你要得救吗 舍己 背起十字架 背起十字架 来跟从耶稣 放弃你自己 你放弃你自己 你就得着生命 在你的生命中 你还有抓住什么的吗 你还有什么 不愿意 放弃的吗 今天 你来为神 放弃 你来为神 教出这一切 你将得着生命 这世界是短暂的 圣经说 我们能活在这世界上 强健的时候 七十八十岁 最多你活到一百多岁 已经算是老古朵 已经很老了 已经很长命了 一百多岁 但是那个都是短暂的 就过去 耶稣说 这世上的一切 都要过去 但是将来 有一个新天新地 等着我们 耶稣为我们预备的 不是短暂的生命 是一个永恒的生命 永恒的 还有一个 就是我想要分享 我们像斯达德一样的 他前进 他前进 没有退后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 要前进 为什么 因为我们基督徒得救 不是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不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得救了 我们要持续在得救当中 直到将来 完全得救 明白吗 我们得救那一刻 开始我们开始的这条赛跑 然后中途要持续赛跑 直到最后 得到奖赏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这样 不是说你在某年某月 你得救了就得救了 我想问 今天你得救了吗 今天你还在这条得救的路上吗 昨天的得救不能保证你今天 不能保证你未来 你今天要有得救的信心 你今天要有神的关系 与神同行 这个才是你得救的信心 今天你还行在这条路上吗 如果还未上路的 赶紧上路 赶紧上这条得救的路 现在是恩典的时代 耶稣第一次已经来了 为什么耶稣要来两次 为什么他第一次 第一次来的时候 就没有完全的收门得救 完全的除掉这个魔鬼 除掉这些罪呢 为什么谁知道 有人知道吗 因为如果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们没有一个人活了 耶稣第一次来就来审判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活在到现在 根本就没有我们 没有门徒 没有宣教士 没有保罗 没有保罗 就没有我们 如果耶稣第一次来 就来审判这个世界 但是耶稣第一次来 祂是骑着驴 进耶路撒冷 和平的君王 祂第一次来是给恩典 给怜悯 是要叫我们悔改 所以圣经说 现在是赦免恩典的时代 神给我们机会 叫我们悔转 悔转 悔转 所有的人 祂都给机会 你悔转 归向耶稣 归向神 祂都赦免 祂管行赦免 在以赛亚书说 祂管行赦免 所有的人来悔改 祂管行赦免 祂要 耶稣来到世上 祂没有拒绝妓 法利赛人 犹太人 拒绝这些税吏 耶稣没有拒绝 耶稣没有拒绝这些罪呢 祂接纳罪了 接纳这些税吏 接纳妓女 祂接纳所有的罪了 只要你愿意来 但是 怜悯不是永远的 恩典不会持续到永远 神的怜悯 有时间 当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 恩典的时代将要过去 审判就来临 当那个时候 耶稣第二次来 祂要设立祂的宝座 就是审判的宝座 祂要审判 所有的人 活人跟死人 祂要审判 所有信的和不信的 那个时候信的 得赏赐 得永生 不信的 就得 永远的灭亡 在那个时候 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帮助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持续 持续在这条救恩路上 我们不能够说 我们得救了 我们就 好像已经完成大事了 没有 我们要持续地走在这条路上 马太福音 10章22 马太福音 10章22 并且 你们要为我的名 被众人恨恶 唯有忍耐 到底的 必然得救 唯有忍耐 到底的 必然得救 听到没有 不是你得救的时候 得救了 不是你一次信了 就得救 是要持续地信 到底 才得救 马太福音 24章13节 可以从12节开始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 才渐渐冷淡的 13节 唯有忍耐 到底的 必然得救 耶稣 再来的日子 尽了 末日尽了 为什么呀 我们能够知道 为什么 我能够知道 因为耶稣来的时候 他就说 什么 天国尽了 你们当悔改 世界的末了 尽了 更何况 我们现在 2000多年过去了 我们已经到了 末了的时代 耶稣那个时候 告诉他的门徒说 他再来的时候 有四个征兆 有四个征兆 耶稣说 你们看到这些征兆 就知道 时间快到了 叶子枯干了 然后呢 后来妈妈妈 新的叶子长出来了 我们就知道 春天快来了 耶稣就做了这个比喻 你们看到这个叶子 新的叶子长出来 就知道 这个春天已经快要来临了 然后耶稣就说 你们看到这些征兆 知道末日要到了 有征兆 有饥荒 有敌基督兰 在马太福音那边说 国要攻打国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 地震 这些都是灾难的临头 灾难的起头 这些灾难 来临了 然后在教会里面 会有很多很多的信徒 跌倒 会有很多人的爱心 冷漠了 我们有没有 离奇罗起初的爱心 我们有没有失去了信心 我们对基督的爱 有没有越来越冷漠了 如果有 这代表末了的世界 耶稣在来的时间快到了 代表这世界 世界快要结束了 所以我们要警醒 我们要起来 我们要起来 预备自己 耶稣是末了 末期要快到了 菲利比书二章四节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精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我们要恐惧战精 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 我们要做 我们要活出圣洁的生命 我们要舍弃 我们要背识架 我们要跟随神 我们才能得救 还有彼得前书二章二节 二章一字二节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 诡诈病 假伤 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 就要爱慕了 纯净的灵奶 像财生的婴孩 爱慕灵奶 爱慕奶一样 叫你们因此建长 以致得救 我们得救了 就像婴孩出生了 有生命了 他会渴慕灵奶 然后怎么样 他要开始喝奶 要开始喝奶 喝奶奶 没有 他要长大 他不能一直持续在婴孩阶段 他必须成大 而且肯定要长大 没有一个孩子出生 就是永远婴孩 他一定会长大成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长 一定要成长 一定要继续前进 前进 成长 直到得救 求生亲自的 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过 如果我们有开始停止不前了 如果我们开始冷漠了 也不要灰心 这个代表 默契快到了 耶稣快来了 那我们要赶快起来 预备自己 现在就预备自己 不要灰心 这也是给我们一个鼓励 圣经里面说的话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耶稣的话 真的 已经很多应验了 将来要全部应验 那我们要赶紧起来 预备我们的生命 来与主相遇 我们听了这么多的见证 这么多的见证 我们要起来来回应 我们要来活出真正的 门徒的生命 基督徒的生命 全然的摆上 跟随者 并非是所有的人都当宣教士 但是所有的人都要回应神 神在你生命的呼召 无论大小 你要回应 这些人你看 有的人神呼召他去中国 有的人呼召他去印度 有的人呼召他去非洲 可能以后有的人 神也呼召我们 有的人去美国宣教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神 呼召你起来 对你的爸爸妈妈传福音 或者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神对我们 每个人说什么话 但是我们每个人 自己清楚知道 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 我们开始顺服 我们就跟他们这些人一样 我们就跟他们一样 我们能够得奖赏 我们顺服神的呼召 我们顺服 最后我们看一个经文 在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一至二节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能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当 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 纯心忍赖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中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冷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阿们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在这里主啊 真的我愿意 重新地摆上我自己 来顺服你 求你帮助我 真的让我能够效法 这些众先知 众门徒 这些历史历代的 这些圣徒们 像他们一样 像刚才我们弟兄姊妹 做见证的这些人 主啊 他们真的是摆上 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一切给你 这是你所当然的服事 求你今天帮助我们每个人 那我们真的摆上我们自己的生命 主啊 因为我们得救的人 我们都尝过主恩的滋味了 我们尝过 稍稍地尝过了那个天国的滋味 难道我们愿意回到世界吗 难道我们有人愿意回到 这旧有的生活中去吗 主啊 我不要 我不要回到过去 我不要这世界的生命 我盼望那永恒的生命 我盼望我的灵魂体 全然地得救赎 我盼望我再也不要犯罪 我盼望那完全的圣洁的生命 我盼望永恒的国度 就是永远与基督在一起 再也没有犯罪了 到那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再背十字架 就不需要再跟我们的肉体争战 不需要跟这些罪争战 因为已经完全得数了 已经完全安息了 哈利路亚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 这个是我们的奖赏 哈利路亚 帮助我们 但是现在我们要起来 现在我们要起来 要奔跑 我们要征战啊 我们如果不征战 我们的仇敌就把我们打死 魔鬼撒旦会打死我们 世界会拉我们 肉体也会拉我们到安逸中 到败坏 到灭亡中去啊 所以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 帮助我们这一群人 开始起来 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持续的信 持续在这条得救的路上 让我们忠心 到底 跑完 你让我们跑的路 直到我们完全的得救 主啊 愿你亲自祝福你的话语 愿你将你的话语 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主啊 你当初在以色列的时候 你是将你的律法 刻在石板上 但是现在 你是将你的话语 刻在我们心板上 今天主啊 求你的圣灵 将这些话语 刻在我们每个人心板上 让我们每个人自己来跟随你 自己主动的来寻求你 自己主动的来亲近你 因为将来我们要跟你交诈 主啊 不需要别人吹逼我们起来 祷告 读福音 读神的话语传福音 我们自己来 我们自己来亲近你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常常在基督里面 而且常在基督里面 我们常常的来祷告 来亲近主 来尝尝这主恩的滋味 常常经历你的同在 哦主啊 感谢你 谢谢你今天 你给我们这么多的见证 求你鼓励我们继续的前进 求你祝福你的话语 愿你的话语 在我们心田里面 能够长出30倍 60倍 100倍的果子 主啊 我求你的圣灵 继续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 直到基督再来 分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